你会发现在整个故事里他没有一个主角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 他是自己故事的主角 挑战是真的很多 第一个挑战就是凑合大家的练习时间 这个是我错冷汗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但是非常感人就是每一次要练习的时候 诶 场地就会有啦 然后大家的时间也可以凑合 这是我一个非常感人的事情 我看到校长就是我们的导演 他对我们的要求就让我想到说 在社经里面有说到说 要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忠心嘛 所以就像NIB 可是在我眼里 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 非常普通的一个工作 但是校长就要求我们要做到最好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想到说 原来我要把这个最小的事情做到最好 也是一样是可以荣耀神的 可以让整个戏剧变得非常的顺畅 非常的顺利 那我在这个舞台剧里面呢 是饰演一个叫萧希的角色 然后其实他的人生呢 都是被他的妈妈谢川所管着的 这个角色呢 他也是有一些情感流露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情绪的转换 从非常强势到他破坊 他流露出一些非常难过的情绪的时候 这个转折点对我来说也是蛮挑战的 在这个戏剧中呢 我们是闺蜜 然后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一起扑持的人 希望大家透过这个戏呢 可以一起仰望上帝的爱 也透过上帝的爱去关注 和关心身边的朋友 其实在这个舞台剧当中 我看到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很专业 他们也都很用心 也很委身 特别很注重每一个的细节 把最好的呈现给上帝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走到一个瓶颈 但是却在这个瓶颈里面呢 特别是在这个圣诞节 这个舞台剧 通过这个舞台剧 这个仰望这个舞台剧当中呢 让我们看见其实只要我们仰望神 神就会赐给我们爱死天的力量 祂就会告诉我们 我们单占之地 以至于我们呢 就不耗任何的这个 为的力量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女子 我们生活原本就不如我们一 我们只能够仰望才能够得到绑子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看了这个舞台剧之后都知道 虽然我们是不会有不同的事情 可是我们可以往往往上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录音师 我的话是怎样 我们讲好的啊 很严重 很严重 太严了啦 这个是什么鸟子啦 非常开心 还有非常感恩 能够参与到这次舞台剧的背景音乐事工 然后我们这个合作的契机也是在很自然的情况下里面发生的 就那一节找了我们 然后整个过程呢就感谢有主上帝的带领了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我们这个小小的服饰这个音乐上 能让大家有一个不同的体验不同的感受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剧 我在这个舞台剧里面呢 是会唱一首歌 这首歌的曲目叫做 Never Walk Alone 我其实非常的荣幸可以参与这一次的这个仰望的舞台剧 因为我第一次跟他们就是full rehearsal的时候 我都 我被他们的演技而感动 因为他们真的演得非常好 情绪投入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舞台剧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上帝 然后要记得我们一定要仰望神 其实这整个的筹备过程呢 我只能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从无边有的上帝 在整个的筹备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上帝满满的祝福跟满满的供应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说 可能找不到人 还是找不到对的地点还是怎么样 但是上帝就是很无限的一直的供应 我们整个这一个筹备的需要 所以只能说上帝真的是很奇妙 然后希望这一次的这个仰望的这个时候 能够带给更多人祝福 也让更多人能够在艰难的这个时刻 能够学习仰望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 因为他是那位又真又为神 我只能说他能够在艰难的这个时候 也让他再次带给更多人的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